澳大利亚大选落下帷幕 工党胜出 对经济方面的影响有哪些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的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Share 我想要澳洲人团结起来 我想寻求我们的共同目标 推进团结和乐观 而非恐惧和分裂 这是阿尔巴尼斯在周六 也就是5月21号晚上 胜选演讲中所说的 安东尼阿尔巴尼斯 就是此次在领导澳大利亚工党 取得10年来的首次联邦大选胜利后 成为澳大利亚的下一任总理 59岁的澳洲新任总理 由一位领取身杖津贴的单身妈妈 在政府廉价屋环境中抚养长大的 她经常表示 她的成长经历 是其对于进步议题的信仰基础 作为该国最资深的政治人物之一 她向选民承诺一个安全的变革 这也是她此次参选时 誓言将2013年以来一直执政的 保守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 拉下台的主要竞选口号 而工党曾首次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新的澳洲政府也肯定了华人社区 对于澳洲的贡献 也曾表示会放出更多的移民政策 以提高澳洲劳动力 工党上台要面临内外较为严峻的经济环境 工党在此前竞选公布的政治经济政策 主要是支持降低燃油税 提出增加16.5万个免费贷名额 以弥补技术工人的缺口 并且工党在4月初曾表示 希望推动移民改革 让外国临时移民更容易变为永久居民 并且想创建新的太平洋参与签证 通过抽签制度 每年向一定数量的太平洋岛国国民 提供永久居留权 既加强区域的人员互动 也成为澳大利亚争取更多劳动力 由于目前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非常紧张 劳动力极度紧缺 这是过去两年疫情影响导致移民直线下跌所致 短期来说 如果有更加宽松的移民政策 可能会缓解工资增长过快的压力 释放部分通胀压力 长期来说 作为一个地广人稀的移民国家 长期人口保持增长 是复制过去20年成功经验的 核心所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